当我们寻找宜居行星时,我们通常会关注宜居带,也就是恒星周围的区域。 液态水可以存在于岩石世界中,但我们可能忽略了另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燕尘线。 在本视频中,我们探讨了燕尘线如何影响行星的形成和演化,以及这对我们在宇宙中寻找生命意味着什么。 尽管地球有三分之二被海洋覆盖,但它仍然被认为是一个缺水星球。 地球上只有不到1%的淡水或约0.007%的水可为人类直接利用,主要分布在湖泊、河流、水库和浅层地下水源。 但是显然,水对生命至关重要,没有水,细胞就无法发挥其功能。 而碳对生命也至关重要,地球上的生命被称为碳基生命。 碳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能够形成多种化合物,并在地球温度下形成聚合物。 它是人体中第二丰富的元素,仅次于氧气。 但地球实际上是平碳的,碳在地壳中的含量为0.027%,那是因为地球形成于太阳系的烟尘线内部,那儿的碳含量较低。 但如果形成在太阳系烟尘线之外的烟灰行星,含有显著更多的碳呢? 这是艺术家创作的概念图,一颗名为巨蟹座551的行星在其母星前。 它既是一颗超级地球,也被系外行星爱好者系称为钻石行星。 尽管星球极高的温度对生命来说很糟糕,但它的碳含量要比地球多得多。 寻找宜居的系外行星的搜索焦点,通常集中在水资源丰富,并且形成方式与我们的地球相似的行星。 行星在绕年轻恒星旋转的圆形星盘中形成,这些恒星对盘中的物质性质,包括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太阳的热量在距离太阳不同距离处定义了不同的双线,每一条双线都对应一个不同的挥发性物质。 在某个特定的双线之外,压力和温度使某种特定的挥发性物质保持固态,而在该线之内,同样的挥发性物质可以升华为气态。 由于固态物质更有可能残留并形成行星,所以在特定化学物质的双线内部的区域会有较少的该种化学物质的固态物质,这使得它在行星形成过程中变得不那么可获取。 这就是为什么地球上的水如此稀少。 而离太阳更远的地方,冻水却丰富的部分原因。 地球是在双线内部形成的,而它的大部分水很可能是后来才被送到地球的。 此图像显示了太阳系的双线和烟尘线的相对位置。 烟尘线与双线类似,但它涉及到对生命至关重要的元素——碳。 这是恒星周围的特定区域,该区域的热量不足以使碳升华,因此分子中的碳保持固态。 这使得它更容易参与行星的形成,所以在烟尘线以外形成的行星应该比地球更富含碳。 如果地球在烟尘线内形成,那么年轻太阳的热量将使富含碳的化合物变为气体,而气体更容易分散。 这意味着在形成地球的固体物质中碳的含量就较少。 从我们的角度看,这似乎是合理的,所以地球最终含有的碳较少。 但最近的研究表明,大多数碳是由南融有机物携带的,这些有机物具有非常高的升华温度,以下我们把它称为烟灰。 这张艺术想象图展示了一颗被认为是最黑暗的已知细外行星,一颗像历青一样黑的外星世界,它正在环绕着一个类似我们太阳的恒星运行。 这颗被称为Wallst 12b的行星的骤面会吸收光线,而不是将其反射到太空中。 天文学家认为,该行星的高碳含量在其低反照率中发挥了作用。 烟灰,也就是上面我们说到的南融有机物,可以在高达226摄氏度的温度下维持固态,而且它们有另一个重要特性。 那就是,当这些有机物达到其分解温度时,它们会分解成更简单,更易挥发的种类,意味着它们的气化是不可逆的,这就是圆形星盘中烟尘线的来源。 烟尘线靠近恒星,在该线内部,耐高温的碳不存在,但在它外部,这种关键的碳源是可得到的。 因此,那些在烟尘线之外形成的行星可能富含大量的碳,但是,行星在其形成过程中可能会流失掉一部分。 在圆形星盘的早期,温度会发生变化,这会将烟尘线推向离恒星更远的位置。 而最近的研究表明,之前关于双线的理念可能过于简单。 相反,研究人员应该考虑到烟尘线,并尝试了解在其外部形成的富含碳的烟灰行星。 对于缺水的地球来说,行星盘内的双线一直是关键研究的焦点,论文作者指出,烟尘线也是盘内的重要区域。 烟尘线比双线更靠近主恒星,并且与大多数检测到的系外行星的位置重叠。 烟尘线以外的区域可能包括的行星比地球还有更多的碳,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形成在这条线以外的行星,其视居性如何呢? 这为我们寻找移居星球增添了一个新的视角,这可能会带来负面影响,当然,也可能是积极的,因为它带给我们无限的可能性。 在过去几年的系外行星探索中,我们已经认识到,我们的太阳系并不具有普遍代表性。 在其他的恒星系中,我们观察到有些行星比水星更接近它们的母星,还有所谓的超级地球或迷你海王星,这在太阳系中是不存在的。 这些或是巨大的岩石,或是小型的气态行星,事实上才是最常见的行星系统类型。 所以,在银河系中所有其他恒星系内,存在着我们之前未曾认知过的,内部含有更多碳的天体。 在太阳系中,没有一个在烟尘线和双线之间形成的富含碳的行星,但其他的系统可能有。 遗憾的是,人类当前无法直接利用现有的技术来识别它们。 因此,研究人员转向了对行星形成的模型进行研究。 当研究人员对行星形成进行建模时,在烟尘线内部发生了一些奇特的现象。 它们模拟了富含硅酸炎的世界,其中碳的质量占比为1%。 它们还调整了水的含量,发现这些行星上的气体外溢会形成一个富含甲烷的大气层。 这样的大气环境为形成雾霾提供了机会。 我们可以在土星的卫星泰坦上看到这种现象,这是一个富含甲烷的世界,其表面遍布液态甲烷糊。 这张由卡西尼号宇宇宙飞船拍摄的土位6的真彩色图像,显示了其浓厚、朦胧的大气层。 虽然大气主要是氮,但它也含有约2.7%的甲烷。 在每一个行星盘中都存在这样的区域,那里诞生的行星会从它们的地脉中释放出更多的挥发性碳。 研究人员说,这很容易导致雾霾的自然产生。 这种雾霾已经在系外行星的大气层中被观察到,它极有可能改变我们对于哪些世界适合居住的计算。 这张是地域行星VHS-1256B的艺术想象图。 一颗距离我们约40光年的系外行星。 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于2023年3月在其大气中检测到甲烷。 这种大气是一个信号,它表明一个系外行星的地脉中含有大量的挥发性碳。 由于碳是生命的基石,因此丰富的碳应该会影响它的潜在移居性。 如果这个推论成立,那么可能存在一类具有丰富挥发性碳的雾霾行星。 设想一下,有一个与地球大小相当的世界,其中的碳比地球还要多。 那么这对于该星球的移居性,以及生命的可能性,意味着什么我们不得而知。 但这无疑是一件非常令人兴奋的事情。 随着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的出现,对系外行星的搜寻正在火热进行中。 除了观察宇宙中最古老的光线外, 韦伯坚定的目光还揭示了以前未知的系外行星,以及已知世界的新细节。 系外行星科学家准备巩固他们对这些雾霾的理解,以解答上面的所有问题。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你喜欢这个话题,请给我们点个赞,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by bwd6